替穿晃瓶集出满罐号终止提供 记者国艺杰台中报道 亚洲冬季棒球联盟今天开打 日本社会人队首场碰上日直习军在亚锦赛 国首替穿晃瓶的满罐炮驻威下 社会人第一站就开湖以九比一场下手胜 今年10月亚锦赛23岁外野手替穿晃瓶 则随日本队来台参战 当时表现并不理想 金鱼东盟出亮相就开轰 他说亚锦赛正式赛季 现在则是休计期间 平常人需上班 其实身体状况不如当时好 但表现还不错 替穿国首资历不算少 也曾在2012年 IPF世界轻棒锦标赛与大谷相平 腾浪静太郎 天村龙虹 森友仔等人并肩作战 大谷等人已在职棒占有一席之地 替穿的职棒梦却因先前受伤而延后挑战 社会人对先发投手就挺好 终止提供 替穿说自己最终目标人是进职棒 多少会着急 但现在在业余球队 先做好眼前工作 有机会来东盟或参加国际赛 若能把累积的经验带到职棒也很好 东盟今年新参日本社会人队 总教练是景章夫 也是明年8月亚加达亚运的日本队监督 此次主要是为明年亚运培训 目标直指金牌 替穿渴望入选亚运活手 他也说不管台湾韩国都是强劲对手 一旦肩负国家队重任拿金牌就是唯一目标 替穿此一贡献群队最多 的四打点 二保送 炮回两分 不守木难了也包半二安 三打点 另一夺胜功臣 是头六局 紧挨二安 11分的先发投手 旧景浩 赏给日值席军5K 旧景浩 仅在五局上 因十元亚海的阳川弹掉分 摘下首胜 他说 虽被敲一支拳雷打 但自认表现很好 最大目标放野明年 抢进亚运活手 至于未来 他说 还是希望能进职棒 但先把眼前工作做好最重要 社会人被目难了 丹长良安打 三打点 终植提供 替川晃平集出满罐号 日本社会人首战以九比一 抢下胜利 记者国益结社 大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